李康生 李康生 她的可能是五年前 我們遭到那個線 我覺得那個社群 都是讓你找機位 什麼出來 不要再揉了 我在這個戲 還是原來那個法師 對 那這個法師呢 如果跟主角李康生來比的話 這個法師雖然是李康生的師兄 但是他没有带天命 他就是跟着修啊 那也是建议勇为喜欢 办一些事情 帮人家解决这个不幸的问题嘛 所谓带天命就是过去生吧 过去生他自己修到一个程度 有能力了 所以发了愿药再来淘汰 当然能够在房间 帮大家处理一些不幸的 就是一般什么医学啊 科学啊 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所以发了愿药叫带天命 就你本身在《仲琪2》当中 会怎么样诠释法师这个角色呢 其实就很自然 我家就宫庙吧 那所以宫里头这方面的事情 对我来讲是加情就少吧 还有已经是个老演员了 其实就是也许是想象吧 也许是就是完全就是感受到 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很自然的 就要达出来 西哥本身是相信有鬼神的吗 我完全相信有鬼神 完全的相信了 除了加力公庙这几年来处理太多了 太多不可思议了 太多没办法解释的东西了 所以我是完全的相信了 而且我自己也可以说是痛苦 在另外一台拍美食节目的时候 有一次就到了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 找了一家商务旅馆 我住进去之后 在我房间里头正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阿嬌啊 还带着一堆摄影师啊 工作人员来 我开门说 什么事啊 他们说西哥 我们知道你有学佛 那你来帮我们看看好不好 看那个房间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说 我有没有神通 我并看不到啊 他们说没有关系 那帮我们感受一下 去了之后 他们那个房间 是最边间 最大间 然后是所有工作人员 包括圣老师 坐进去的 好 我一开之后 我一进去 我真的看到 吧台上面躺了一个 然后他旁边大概七八个 这边还站了几个 这边也站了几个 我一进去之后 所有人就这样躺 转着头来看 二眼睛像死于眼一样 出来之后 他们问我说 你看到什么 我就行为我看到的给他们听 结果原来我们摄影师 他有阴阳眼 他看到的跟我讲的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不可能是 巧合巧合讲不过去的嘛 所以这个是我直接看到 最最深刻的一次 那当下会怕吗 不会 不会 我只感觉说 他们虽然没有恶意 但是也没有善意 好像是我们的人进去住 担扰到他们吧 在拍众协一的时候 是不是有发生一些 灵异的事件 会这样是众协二 我在拍众协一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很奇妙的是 这个杀没有送干净 十几年来越激越深 难怪会出事 我没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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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不宜迟 今晚开谈 今天天天天之地跌龄 我那个时候在试中凯的庄 画画还不到一半的时候 我是躺着画嘛 画三分之一还不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啊 这里好像一股气在游走了几下 我想说 怎么会这样 再画画接近一半的时候 又来了 我心里就 就忽然想到说 你一开脸的话 就代表神明 会不会神明靠近了 所以会有这种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我心里就跟忽然讲说 可以 不好意思 帝主现在是在器材 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需要处理 撤毁 但我哪一股气 走掉 这好神奇喔 太神奇了 放上这个装皱 是不是有一些进行 是不能做的 我那个装啊 我是不懂 但是我听说 譬如说八家将啊 什么官将手啊 他们开了脸之后呢 不可以讲话 因为他们驱赶鬼神啊 如果你一讲话 那些山津水内啊 古闻野鬼 夭闻鬼怪 一听到一看到之后 说喔 这家的啦 这外来是人啊 他们就不怕了 可能本来要维持 这场面会时候 有一场 我觉得李康生啊 他是演为师弟嘛 他就是好像放弃了 要走这一条路 所以我去找他 结果他还是很失智的 不想出来处理 结果我就骂了他了 那个剧本里头 有一些没有的词 我就在那个情境下 我是好像感同身受 我义愤便宜的就骂出来了 那一场戏 连我自己都觉得蛮有胆怨的 这一场戏最深刻吧 其实鬼跟人一样啊 譬如说因果报应 我们人跟人之间有仇 报仇有恩报恩 人跟鬼之间 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他 那可能过去一生不知道 几十年前 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 我们曾经伤害过他 结果他 那个怨害他也不 自己也不能投胎 结果他就在那边等等等 这一生被他等到的 人家来报仇 来弄人 弄得容易 不管是生理上 精神上 都不顺 不顺 不顺 人家只是了讨债 所以人跟鬼之间相互尊重 根本就是人跟人相互尊重 完全一样的 少伤害人 真的少伤害人 要不然什么时候 人家要来讨 真的不知道的人 那没有人帮你处理的话 你还真的就受 就要去受很多的苦 那其实是 当初自己造成的 造成的应该平衡不顺 没话讲 该犯就犯了 这部片除了 惊悚啊 种种的有恐怖片 本身的特质之外 它还有它的内涵在 那请支持一下 拜登上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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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